新冠疫情已經持續了大概兩年半 大家每天戴著口罩出街 呼吸不暢順已經是小事 最可怕的是新冠病毒不斷變種 殺傷力雖然好像有所緩和 但是傳播性更強 對長者、長期病患者 以及身體抵抗能力比較弱的人士 更具有非常大的殺傷力 以香港為例 疫情爆發至今已經有大量長者 因為染疫去世實在令人憂傷 相信很多人都想知道 到底新冠病毒是從何而來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一直都指病毒是源自中國 而疫情之所以在全球擴散 全因為中國隱瞞疫情 結果導致全球大流行 西方國家的指控 當然是沒有實質證據支持 西方國家有的 只是有罪推定和未審先判 在國際輿論話語權 被西方國家把持和操縱的前提下 無證無據的指責就成為了事實 更加引發包括美國在內西方國家的排華 售雅浪潮 然而事實是否真的如此 新冠病毒真的源自中國 甚至是西方國家所指來自中國的生物實驗室 著名醫學期刊刺針的新冠委員會主席薩克斯 近日的發言 打破了這種流行於西方的說法 近日表示 新冠病毒並非來自大自然 更確切地說 或者可能是美國生物武器研究實驗室發生的 任何其他情況 他強調有足夠證據指向這一點 更加認為應該對這一點進行調查 他更加抱怨 說這個說法 在美國或其他地方都沒有受到調查 新冠病毒是否來自美國的生物武器實驗室 現階段仍然未有足夠證據可以證明 我們都不應該妄下判斷 不過大家又知不知道 美國的生物武器實驗室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不說大家或許都不會知道 根據美國自己的資料顯示 美國在全球有336個實驗室 遍佈中亞、洞偶、東南亞、南亞、中東和非洲 從已經曝光的文件來看 上述一些國家的實驗室 發現了一些特別危險疾病的病原體 而更加離譜的是 美國雖然是開展生物軍事活動最多的國家 但竟然也是唯一反對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約 核查機制的國家 美國在這些生物實驗室裏面做些甚麼 對不起 外界是沒辦法知道的 美國國防部這些實驗室擁有絕對的控制權 換言之 只有美國自己才知道這些實驗室到底在搞些甚麼 之前已經提過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經常對中國出出無理指控 不時違反無罪推定的原則 公然要求中國自證清白 我們現在套用西方國家的邏輯的話 美國實在應該開放名下所有實驗室 讓世界有公信力的機構去調查 證明美國沒有違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 以及新冠病毒兵誤在源自美國實驗室的意外 當然以美國霸道的性格 加上西方國家行下一棄 西方國際媒體也集體失語 美國必然不會允許這個要求 總而言之 美國一日不開放旗下實驗室 被國際社會調查的話 該國一日都排除不了新冠病毒源頭的嫌疑 西方世界要集體互短 我們就更加要時事講 日日講 直到西方世界放下雙重標準 願意重申以科學的態度 在全球進行這個病毒溯源為止